千元左右预算买什么表呢 这个手表品牌只要你不往十里整 说不定能用到顺你走 如果是千元左右预算的话 这又让我想起了那个小绿表 值不值得买的问题 我的答案是 千元左右预算的话 电子表里要索推卡西欧 像贝比亚大泥王小干脉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西铁城的光度也很不错 但是价格会高一点 卡西欧这个牌子 是我见过最耐着的手表 没有之一 从业十几年 一共也没修过几只 堪称手表界里的洛基亚 各种联名 各种配色 各种白搭 非常适合学生的 如果你已经参加工作了 那就建议选择机械表 毕竟再佩戴电子表 就显得太幼稚了 作为一名合格的二手表贩子 我推荐 我推荐添缩的利洛克 二手行情也就一千多 也是大部分的入门级机械表的首选 伊塔的2820机芯 也足够精准耐用 毕竟清明实用书 星表的话 可以看看金工的五号 什么鬼都有 颜色很多 足够你挑选 423这个机芯 只要不玩10里人 说不定能用到送你走 100米的生活防水 洗澡游远 没有毛病 当然 也需要照顾一下 我们的国产品牌 这两年国产品牌 发展的也非常不错 像海欧 上海 非亚达 都是不错的选择 我是钟表将飞秒 感谢观看 记得关注再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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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